動靈女神蘇慧倫 即將在3月9號發行新專輯 為了迎接在HeatFam 首播的歌曲《真面目》 電台也準備了四種動物 要一窺蘇慧倫的不同面貌 要看兔子外的很溫馳 其實他也許內心還真 剛剛不知道誰還是納豆 還是阿周說 兔子是生物界最喜歡 豪龍的 不是 他最喜歡黑熊的 黑熊的 妳有覺得哪一種動物最感染的 應該是狗吧 是不是脆弱 對啊 是脆弱 最近很脆弱 應該是說脆弱也藏在心裡 對老公或是小孩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有這一面嗎 面對老公 對啊 當然會有 面對老公跟小孩 我覺得家庭生活裡面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是一個 很需要花時間去學習的課題 面對老公的時候 兔子多一個還是狗狗多一個 兔子是什麼 瘋狂嗎 慾望瘋狂 慾望瘋狂 面對老公 這樣講的時候忽然熱起來 面對老公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 我們剛剛沒有溫柔這個選項嗎 像我現在 就是在外面工作時間比較多 那可能照顧小孩時間比較少 那就是要拜託老公說 老公我今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麻煩你怎麼樣怎麼樣喔 這樣子 就是要有一點這樣子的 小女人的姿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老公幫你忙的時候 他也會幫得比較心甘情願 我小孩 相信沒有人能夠抵擋 女生這樣的撒嬌 除了保持可愛的個性之外 蘇慧倫也傳授了 保養外貌的技巧 像我上次就講過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些 很基本的方法就是什麼 清潔啊 保養啊 保濕啊 防曬啊 睡眠啊 講這些很無聊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就是心法 對 就是心情要有一種 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啊 然後要去做一些自己 會覺得開心的事情 我另外真的覺得運動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就是你的細胞會有那種 被活化的感覺 為什麼老公一起運動 我老公很愛運動啊 對啊 像 對 我像我之前 我認識他之前 我根本不會滑板 可是認識他之後 比如說他就會教我滑板 還有滑雪也是 要高刺激 對 高刺激的 我怎麼一直覺得 你們要把話題往那邊帶 什麼刺激啊 慾望那種 女神反穿蒙的一面 證明過了這麼多年 美麗絲毫不減 也讓人更加好奇 新專輯里蘇惠倫的每一面 完全娛樂綜合報導 成功跨讀電視 以及新媒體版圖的 完全娛樂節目 不僅娛樂專業受好評 更不停刷新新紀錄 恭喜 恭喜恭喜 YouTube頻道 找到新的目標 五月天 把你們作為一個片頭Jingle 開播二十四年 完全娛樂成為 客界最信任的娛樂品牌 娛樂圈焦點 華人娛樂 第一指標 依舊最愛 完全娛樂 無論是打開電視或是 連上網路 就是要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